欢迎大家来到四川航空 成都 郑州 温哥华航班首航发布仪式和庆典晚宴 今天四川航空将携手中原大地 开通成都 郑州 温哥华航线 续写了温哥华航线的划舱 相信航线的开通将对两地的经济 文化等多领域的交通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Cituan Airlines was established in 1986 It now owns 113 aircraft It is the largest all-airbus fleet in China With a 9A330 and the rest are A320 series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但是对于河南郑州来说 却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一天 郑州至温哥华航线是郑州第一条州级直航客运航线 这条航线的成功开通 标志着CGO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郑州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一直来 航空公司的促进中家两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中华统计 2015年 咱们双边贸易达到了560亿美元 在1970年 咱们两国建交的时候 当时只有1.5亿美元 也就是说 这个建交46年来 双边贸易已经增长了370多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